锦王进来之时 俺达看得特别真切 这位锦王 却是龙张凤兹 天智自然 给人一种卓尔不群之感 锦王还未开口 俺达便先行起身 见过锦王殿下 俺达汉客气 两人互道一句 经落座 珍满奶茶 满帐飘香 俺达秉退左右 帐内只剩俺达 锦王和温和三人 久闻锦王殿下卓尔不群 今日的剑 果然气宇不凡那 俺达汉公围道 俺达汉顾欲了 我们还是直入正题吧 话话 没想到 锦王也是如此爽快之人 锦王微笑汉手 那 这通事一事 俺达汉直言不讳 言语间分明透着试探 也许此时通事二字 令人分外警觉 锦王调整了下坐姿 身子微微前倾 不瞒大汉 此事 我已多番提及 只可惜 收效甚微 那 我们今日从何谈起 俺达面露蓝色 不知试探 还是有其他意思 此番也是受大汉邀请 否则本王也犯不着如此奔波 锦王缓缓说道 却透着浓蒙的不满 俺达也觉出了不妥 缓和气氛道 来这皆是客 是本汉有失待客之理了 本王也不是拐弯抹角之人 想必这点 大汉与我相同 锦王说着 抬眼看看俺达 对方也迅速点头回应 只是 陛下胜已非我所能控也 俺达依然点头 没想到这个锦王年龄不大 说起话来还算老练 尽管都是事实也不落把柄 那殿下的意思是 本王只做可以履育的承诺 锦王坚定地说道 哦 至少本王这里 大汉可以放心 通事 势在必行 呵呵呵 殿下却是直截了当之人 但恐怕 如殿下所见 我这不足 可是经不起长久的等待 俺达的话里有话 锦王非常不适 承诺不能解决问题 论是谁都要在此之上加入实现 锦王吸入一口气 又缓缓地吐出 需要一些时间来思考 否则稍有不慎 便是大逆不道了 大汉有礼 百姓之苦 皆是帝王所挂怀 只是 父皇身体欠佳 但要条理仍久不见效 本王也很难应语 虽然嘴上这么说 锦王知道 俺达应该多少了几 一些父皇久不在朝的事实 他盯着俺达 等待着对方的反应来做判断 俺达听此回复 似有不满 便补充道 陛下龙体欠安 本汉也甚是捉急 说着一死死盯住锦王 生怕遗漏哪怕一丁点的表情变化 锦王被盯得浑身不自在 县下真的没法继续下去了 索性 淡然地端起茶碗 洋装品茶了 今夏听着 也奉外着急 跟陆毅窃窃私语 但人 俺答最后那句话 好像含义很多啊 陆毅点头回应着 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 在这点上还是有很大区别 提到这查 今夏眼睛都在发亮 陆毅看着他的表情 就知道他的心思 便继续小声说道 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 向来恶劣一些 草原人民素来崇拜强者 强者才可以带领 不足存活下来 所以 有时候会发生弑军事件 不足为奇 今夏点点头 但是历史上 这样的事件很多 何是游牧民族 还是农耕民族 没有关系啊 陆毅看穿了 今夏的疑惑 继而说道 俺答这是很明显的提醒 现在的陛下 不同意通事 锦王主张此事 但却不是真正的帝王 甚至连储君都不是 说到这里 今夏猛的点点头 陷入僵局了是不是 矛盾转移了 陆毅点点头 如今 便成储位之争了 谁是储君 谁才有权做出承诺 否则 陆毅没有说完 但是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 如若不是储君 连承诺的资格都没有 今夏转着大眼睛 若有所思 大人 为何陛下不立储君 论长幼 不是还有一位御王 陆毅早已猜到今夏会出此问 太子轰后 陛下变局不妥 孔诸子不测 何今夏一边点头 一边思考着现在的局势 也不知道 丈妹的警王该如何应对 只能继续侧耳倾听 捕捉丈妹的境况 大汉如此雄心 心细不足 想必必然做了万全准备 又何必急于一时 警王忽而悠悠然道 长晚也悠悠然置于周面 徒留一缕热气 淡淡飘散在离长晚不远的上方 俺打脸上有一丝惊了闪过 这个小子居然反将一局 诚然信使联系过那位御王 奈何此人异常谨慎 始终没有接洽的机会 殿下多虑了 如若万全之准备 又何来此时相会呢 呵呵呵 莫为的几句笑声 显然有些不自然 警王验证了自己的想法 信心不由地这么积蓄 也不枉自己刚才苦思冥想这许久 如此 甚好 本王刚才的话 依然有效 大汉还是稍安勿躁吧 俺打知道这警王知晓其凶盛于自己 为宝通事顺利 只能抢逼警王了 便又急切地说道 我们半年为期如何 如今初春已至 半年是否太过仓促 一年如何 警王只能再拖些时日 为自己争取些时间 俺打见状 思辰半赏 点点头 同时不忘补充道 只是这银两方面远远不足 不弱 银两放心 本王自会解决 听警王这么说 俺打甚是满意 殿下真是少年英才 日后定会成为明君 我草原之姓也 哈哈哈哈 大汉此言为时过早 只是在此期间之内 需听我安排 何如 警王少年持重 思虑也算周全 如若需要些手艺人或者农将 望殿下莫要介意 俺打也很谨慎 这个补充可谓精妙 警王没有明确答复 只听得账内笑声传来 应该是双方都满意的结果了 安达丰富是为备足酒肉 估计是要设验款带来宾了 路易拉着惊下回到了帐中 大人 为何不再听听 说不定 还有些信息 惊下稍有不解 探头问路易 路易看看惊下 温柔道 大事已经谈妥 小事大可不必纠结 还怕那个温和出来溜达 看到我们吧 惊下傻笑着回答 就你聪明 路易在惊下的鼻子上拨了一下 得意地笑道 惊下倒了鲜奶茶给路易 又问道 大人 他们后面的谈话 突然就达成协议了 多半是那个玉王不买鞍搭的账吧 路易笑得更得意了 想不到惊下这么聪明 不在朝堂 却猜得八九不离十 不错 玉王殿下 是个隐藏的高手 中庸二字 历练得如火纯青 这么说来 这个锦王还算冒进的 惊下自言自语道 陛下如今只剩这两位皇子 没有立储之前 谁都不好说 路易神情略微有些严肃 大人可有人选 惊下环顾下左右 故意压低声音说道 就咱俩 要不然就妄议朝政了 路易把惊下的头压到自己嘴边 小丫头乖乖侧耳听着 眼睛都不带转的 不 惊下身子微颤 抬眼便触到了路易如火般的目光 声音更低一些说道 大人我是说 路易摇摇头 缓缓道 无论是谁 我只关心你 我知道 还有百姓 路易点点头 把茶碗一向惊下嘴边 咕咚咕咚几口 就被惊下喝了个底朝天 路易一边帮惊下 擦掉嘴边的奶沫 一边凝望着这个傻笑的姑娘 她的眼睛太美了 清澈得如同春日的蓝天 自己便是她眼中的太阳 怎么护她一世周全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